第2187集 这些遗族被帝尊流放 便自称昆仑遗族了 昆仑真的很特别 帝尊正是在旗上看到了成仙的希望 不然也不会亲自出手 启吞天地席卷六合霸荒 昆仑之后 天庭居进一条又一条祖龙脉 驾临一处又一处古地 连萤火古星都是这样毁掉的 叶凡心中自语 一下子想到了很多 像是抓到了什么 可是又很模糊 昆仑遗族晋仙 有很多秘密 当年帝尊正是从他们身上 发现了诸多有价值的信息 难怪他们这般强大 难怪眼前这个老人的族中 曾出现过双准地 这等古老仅见的盛世 与其足协有莫大干系 老者呵吼 此间事了 定要去江家讨一个说法 此仇不能不报 等你来 一战便是 江以飞平静地说道 不想解释什么 他气质出众 如雅仙在世 很容易让人生出好感 鸡家的大圣问道 这古印你是从何处得来的 仁皇印在现世间 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且最让人紧张的是 他落在了昆仑遗族手中 且似乎认可了 这位老者说道 神战爆发 波及甚广 战到哪里都不意外 这是我族在昆仑遗地 捡到的 众人一正 所谓的昆仑遗地 自然是被帝尊截断后 留下来的罪骨之地 该族难道还 棲居在那里不成吗 有人生出疑惑 传说树建皇旗毁掉了 是否也都有 其实并非这样 还在世上呢 只是这与他们无关了 纵有人知道也不会泄露 关乎甚大 叶凡平静地坐在亭中 听着天宫近前众人的议论 对于几次神战 多了些认识 其中有一次 就是因昆仑而起 据传 那一战惊天动地 整片星空下的 至尊们大大出手 几乎都杀到了成仙帝 接近了昆仑 但一莫名缘故又退走了 传闻 那些神战 可能让各大生命禁区 都出动了人参与 不然绝不会那般惨烈 杀到了古天庭最后的根基前 可是先中从天而降 在一颗诡异的古星上 发生了一些古怪的事 最终各方至尊都退走了 封印了那里 只留下了一口摩海眼 当叶凡听闻到这里后 心中一震 他一下子想到了萤霍古星 他曾看到过一些烙印画面 疑似古代的圣皇在开战 他顿时一阵悚然 难道真的发生过黄极大战吗 他绝不会记错 当时真切的看到了 后来人魔神恶 也都提到了北海眼 支留在那里不肯离去的大鳄 就是因为想进入摩海眼 从而获取仙真 叶凡突然觉得 很多事情都连贯了起来 可是未免太过浩大了 昆仑 萤火 北斗竟然全部串联上了 有人问道 那心中是什么 有大圣回答 自然是一箭仙气 今日 诸天万界的强者汇集 来自不同古星域的大圣们聚在一起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才能将许多支离破碎的 古老秘心拼接起来 让人觉得逐渐明朗 不然 最起码北斗星域的修士 都不曾听说过 仙中这件骨气 荒唐 仙中 还有帝尊的鼎 号称最尽仙的三尊骨气 当叶凡听到这里 不禁一阵 他想到了身上的那件仙真图 正面是诸天万玉 还没有理出个头绪来 而背面则是三幅图 一图为昆仑成仙帝 万龙土仙泉 画成了一个如胎盘般的仙池 孕育残缺绿铜顶 此时洞悉三尊仙气并存 那么自然让他一下子联想到了另外两幅图可能蕴含的真意 难道只向另外两件仙气吗 不得不说 来自诸天万界的强者聚在一起 一旦讨论某些古代密室 很快就可以破解出部分真相来 每一个人了解一点 只要合在一起 就会产生惊人的效果 荒塔诞生于何年代 是如何产生的 这个不可考证 太久远了 甚至有传闻是真正的仙祖建仙庭史所遗留下来的 传闻这件骨气震死过大成圣体 甚至被认为可以震杀大帝 仙中弹于昆仑是仙山孕育出的第一个气 蕴含了诸天万密 绝世恐怖 帝尊攻打此山 仙中破空而去 未被其所得 故此就也有了绿顶的孕育出使 这些话语意出具有颠覆性 让人瞠目结舌 这是各大星域诸多大圣 将许多菱星碎片拼凑起来的秘心 相传 众生一起 可让人恢复到年轻状态 众生遗落 也可让人刹那老死 这是仙中无与伦比的能力中的一种 让人觉得不可想象 昆仑孕育出了仙中 元气大伤 故此 帝尊要驾临诸天万界 寻找一条又一条祖脉 为昆仑补充仙经 叶凡心中波澜起伏 了解到了很多秘密 时至今日 可以将不少事贯穿起来了 神战爆发 古皇大战 这么说来 这么说来 仙中可能被封印在了萤火 就是那所谓的仙真 当年他究竟显化出了怎样诡异的事 让皇级强者合力封印了 叶凡心中自语 一位大圣说道 帝尊曾留下一张仙徒 据传背面记载了绿顶的一切 也有荒台与仙中的部分秘密 叶凡心中砰砰俱跳 此徒曾被帝尊掌握 曾被不死天皇掌握 曾被斗战圣皇掌握 曾被狠人掌握 最后被他从混沌龙巢中取出 而今被他掌握 荒台 存世时间到底有多么久远 追溯漫长的岁月 他的源头在哪里 这件骨气真的过于神秘 仙中同样离奇 竟然淡于昆仑蕴寒诸天万密 神鬼莫测 而帝尊的绿顶也是在昆仑而生 落下了成仙的碎片 白色云雾流动 莫到人的膝盖处 这片古大路上一片嘈杂 人们惊悍于过去的种种 神话时代过于久远 留下了诸多不解之谜 天宫中敌对的气氛缓和了 昆仑仪族收起了黑色的人黄印 不再动手 诸多大圣重新坐下来 相商应对成仙路开启的各种规则秩序 若是举世成仙没有什么可说的 可若是有时间限制 只能有部分人踏入仙域 那么只得一站定出个结果了 我建议持有地气的船程 可以多占有几个名额 保证他们的道路畅通 凭什么呀 立刻有人反对 并不是每一位道场的大圣 都有急到古兵 事实上 即便望穿诸天万玉 也仅有少数人拥有而已 古之大地可以数得过来 自然是凭实力说话 不然 你我各持古气到玉外去走上一场 看一看如何落幕 雪黄山的老族长冷漠说道 自然是他持古黄气 而那个人持船市圣兵 这样的对决会有悬念吗 毫无疑问 将会一面倒 不会有任何奇迹发生